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上周,一代赌王和浑身病逝了,流向了高达5000亿的财产,到目前为止依旧是所有人备受关注的话题,论赌王的家族,三个房太太,然后是七个儿孙,如此庞大的产业帝国,到底谁能够成为上位当第一继承人呢? 相信所有的目光也就此落在了二女儿何超雄的身上,比谁都要努力的女强人何超雄出生于1962年,作为二房太太女儿的她,就好像天生就拥有带来的财富和权利, 从小就被教育的独立负责,凭借着人脉、经营和能力的积累,可是能够打出一手好牌的女强人,她和想象当中的豪门子女放来张口的日子不同,因为妈妈蓝穷英是军人出生,对孩子的教育十分看重,从小就会教育她,做人要独立,女性更要独立,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何超雄,从小就知道了,如果是自己想要的,那么就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的道理,特别是在金钱之上。 1989年,自立门户创立了天机公关公司,包揽了香港大多数顶级设施品牌,如万宝龙LV等推广活动,从一家小公司到如今,她已经是香港排行第一的公关公司了,有天下第一官的美名。 至于接管赌王事业,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时,何鸿燊旗下一家运输公司,因为船队老旧了,运运开始走下坡路,才决定交给何超雄。 接手这家公司之后,何超雄的经商能力,也就得到了赌王的肯定。 短短几年时间,原本是危机边缘的运输公司,却发展成为了香港、澳门、深圳、广州四地最成功的运输公司。 有人说,何超雄的成功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幸运。 27岁创业,33岁走进自家公司并且担任董事,成为赌王的得力助手。 这一切的一切,还不就是因为父亲是多金吗? 可是从大学毕业到进入到家族企业工作,走过的整整十年的时间,何超雄可以正值年轻,去玩,去疯,去谈恋爱,做年轻人都想做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就是愿意放弃本来有的事业,而去接管赌王的生意呢? 原因也很简单,何超雄比谁都明白,一个人要独立,就必须要有真本事。 因为比你漂亮,比你有钱的人还会比你更加的努力。 而这个世界之上,最可怕的也就是一个女人可以为自己事业,为自己的前途拼搏了,但是却不可以让自己的青春再白火。 懂得轻重更使她坚定前行,不知道为什么,提醒何超雄的名字,现在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她是赌王的女儿,而是那一张从内而外散发出的女强人的气息。 那一张充满着霸气,见证着波云诡异的商业传奇的脸,出身富贵也就算了何超雄连外貌,也都是气质俱佳的。 甚至被人认为她是赌王最好看的孩子,但是二十岁的何超雄,长相是秀了一段砖,充满着明星范,也曾经短暂闯过娱乐圈,并且和陈百强谈上了一段感情。 可惜赌王的不准让这段感情断裂了,而在二十九岁的那一年,选择了父亲为她精心挑选的梁旭赌王的孙子许晶亨。 然而没有爱情打底的豪门联姻并不适合天长地久,何况许晶亨也不是省油的灯。 前有刘嘉玲,后有李嘉欣在娱乐圈见惯了各色美女,年轻的心根本就无法安定。 也或许何超雄根本就不爱她,尽管婚后的何超雄有了新的生活,可有始至终,却还是放不下她的曾经,那就是陈百强。 在陈百强去世之后,何超雄不如世俗地想要为她服官,与陈百强的母亲相拥而起。 而2000年,也就是结婚九年之后,何超雄突然宣布离婚了,两个人没有孩子,也各自都好,婚也是离得干干脆脆的。 没有了情感生活之后的她变得更加果断自信了,并且决定一心投入事业。 2012年,就曾经以283亿港币的身家成为了香港女首富,超过了因为分家导致排名下滑的赌王父亲。 2015年,又以50亿美元身家再次成为了香港女首富,被媒体称为新一代的赌后。 生活对于女人的锻造往往是通过挫折使自己更加明白想要的是什么。 那些遇到小小感情挫折就哭闹着过颓废生活的人们,拜托请清醒一下, 什么才是你应该做的,如何活出自己的人生才是正路。 成功女人的背后都会有一种信念在支撑着。 其实,要活出被人认可的豪门子女,想要从C位抽到当真正的继承人,并不是想伤当中的容易的。 她们可从来都不是悠闲自在的人间富贵啊,就像是和少琼一样, 有谁知道她在背后做了多少的努力啊,把人生过得笃定,才能够走上现在的这个位置的。 自理行间散发着女强人的魅力被大众认可的赌王继承人。 所谓面向的富贵都是自己修来的,更没有人天生就比谁优秀。 而那些走在人们的前列,被大众认可的女企业家们, 还不就是因为走过了这些路程才能够眼神坚定,气息共稳,活出了自己想要的人生吗? 比如,近期同样身陷到舆论中心的华为孟晚舟,她并非是大富大贵的长公主, 和父母居住的地方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四面透风的屋子里。 但完完全全的活出了女强人的模样,遇到困难却能够淡定从容的全有自己扛。 所以长大之后进入到华为历练,她也是沉住了气,隐瞒了自己老板女儿的身份, 从打杂着做起,在临产前的前一天还淡定的上班, 产后的半个月就回到岗位了,就在前几天已经被软禁五百次三天的孟晚舟, 虽然事前已经获知判决不利,无法顺利回家, 但是依然面带微笑,前往法院听取判决结果。 诸乎大家意料,所有人都悬着心,她身在漩涡,却比旁人都镇定自若。 还有我们的国民女神董明珠,很多年前也是一位只求一日三餐岁月静好的贤妻良母, 却不幸遭遇到丈夫病姑,既彻底的掀翻了她的人生,也激发了她的肚致了。 已经快66岁的董小姐,今年又摘得了新晋带婚女王的称号, 第一次直播翻车,那就再来一次,仿佛没有什么是她做不到的, 所以哪有什么人间富贵化的面孔, 谁不是从青色少女一点一滴的掐灭幻想获胜了一代宗室白发魔女呢? 一年只拍一部戏的孙丽,还不也曾经用过天真的现象, 想象着或者童话般的生活,可是生活就是这样, 只有经历了风雨才更懂得生活的真谛。 现在的孙丽比起以前她更加知道自己特别想要的是什么, 对于职业和家庭的规划也不沉流于天真的想象, 实实在在的生活气和过着扎扎实实的亲情。 不是说人不能够保留天真,但最起码在该放手的时候要学会放手, 该理智的时候,该清醒的时候学会面对现实。 毕竟人的一生只有一次,只要活得精彩就必定学会坚强并且勇敢地朝着目标前进才能够活出你想要的样子。 经历过巨大的苦难,仍能够崇辱不惊,从容面对的女人才值得我们尊敬。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